主席有请委员长 陳委员好 你好 政绩在台中给你请 不好意思 我了 对 那这个 乔委会 您认为现在 马英九的政策 马英九最对中国的政策 您在这个乔委会的一个角色来看 跟以前 马英九以前的纯水平时代 或者是在以前 这个李登辉时代 你们在 乔委会的工作方面 你会觉得有什么 变化 或者是有什么因应的一个不同 我想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倒不是政策的不同 倒是说外在形式的不同 那因为我在民国65年 应该是已经38年前 在乔委会工作 后来民国83年又回到乔委会再度的工作 那时候这已经快20年前了 这三个阶段 其实我是眼见着整个局势的外在形式的不同 那在早年的乔务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汉贼不两立 可以讲说我们跟他斗争到底 可是从20几年前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呢 他的移民大量的向外 然后他的经济起来 他有很多的钱可以做乔务 可以做统战的工作 那样子我们面临到整个局势 就是在这20年来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患状 我们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现在是说 到我们这个阶段 要做乔务工作 跟我在当时进乔会工作 或是在20年前再度担任处长的时候 那个工作的压力也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事实上现在是目前 居于比较劣势的一方 OK 你提到这个 汉者不两立 那现在 汉跟者 谁是汉谁是者 先来 因你的看法 所以我现在已经跟同仁讲 我们说我们不谈 汉者不两立 我们谈的是一个服务的竞争 我们跟大陆 跟中国的一个服务的竞争 那我们最大 那第一个重要的重点是说 把我们自己的谈谈 自己的人先耕耗 谁比较快 这是我第一优先的目标 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人 不分藍绿 不分族群 不分老旧 新旧 我们都要把自己的人先鞏固 这是我第一目标 就在这样一个大framework 在这么大的framework里面 我们现在很多人 他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桥界方面 因为我们现在是包裸 号称有多几千万这些所谓的华侨 那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 你刚才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影响我们这个桥方面的工作 这是在所难免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怎么样取舍 也没有人complain 说现在这七七中华 这七七共产党的人 也来拿我们钱 这一年 这种讲话也有 我们自己的台湾的人 有时候钱拿不到 这钱又叫共产党的人 也有这种圣经 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我不知道啊 如果是即使共产党的人 我绝对不会给他 你放心 绝对不会 即使共产党的人 绝对不可能给他 那是差辣 那就是差辣 我知道 那就是差辣 就是 所以我一直是在坚持台湾 台湾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在台湾不管是哪一个机构 外交部也好 国防部也好 情绪部也好 一定要以台湾为中心 一定要以台湾为中心 我们在国内 我们不需要去分什么蓝色绿 这个是没有意思啦 你过来要团结 那你过来团结 能够对外 这才是我们这个台湾生存之道 你没有团结的话 人家就把你吃掉 这很容易嘛 对不对 我当台南县县县长也是一样 我不会分哪一个工人是什么蓝 这个对我没什么影响 没必要去分的 你只要把这个里面 应该给的你就给 在台湾对了十岁人的钱 你应该给你就给 人家就觉得这个人是很公平 公平的话事情做就好做 所以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面也是一样 只要是 你认清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不要受到台湾海峡另外那一边的影响 或者他们要渗透到这边来 从我们这个桥舍里面 把他们挖角 来从我们的条片来冲得不下去 让你整个弄下去 你这外面能够能够能够 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桥路工作应该就是 没有什么这个complain 应该那做起来你就会比较好做 我刚刚跟委員报告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是把自己的人是扣掉 我们自己会先扣掉 我们的条件最重要 所以 再说回来 马英九的这样一个政策 你看最近 你看 你在马英九的做代行的人 基本上是代行的 就是内阁的 内阁的cabinet member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很建议吗 我是能够感受到桥界 对我们现在目前局势的一个忧心 他们确实很关心国内发展的状况 而且很忧心 因为我们现在在上面有一个总统 有人说他们是红子 笑的 有人这样说 公开社民众这样批评 那把台湾搞成这样子 所以你会被人做的 这个authority 人家对你们的confidence 会减少 在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总统 你们在底下做的事情 做起来就有光彩了 我那时候当台南县县长 台南县县民 110多万 他们的感觉我们这个管长 他们最高的威风伶伶 最高的问你哪里 台南县来 你们有这个好的管长 所以这种感受我可以知道 因为这个民调里面就会写 你做一个台南官的官民 你会感觉有光彩 大家说我有光彩感 因为我们算计的管长做的 感觉做得真好 那以这样一个小的一个 scale 把它enlarge 变成我们现在整个国家 这个系统来看的话 今天在这里 一个总统的民调比9.2% 那 一个9.2%的总统在这里 武威台湾外交是什么 公公保和武威的事情 保重没人要做 外交保那时候 当时也是武威很多问题出来 武威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现在和司法保 这个武威和司法保的时候 现在这个 所谓行政中立这个司法 这些东西完全是一个消息的信息嘛 那这个总统 清新过去这样说 在阿比赛的政府的行李说 说 18%的一个一个出售度 这个supporting rate只有18% 你应该下台 应该是出售 那你落台 现在自己9.2% 又要搞什么蜜啊 又要搞什么蜜啊 又要搞什么 又要搞自己 在一个总统 在这个制裁会 你会觉得很辛苦 会不会 我们是内阁团队 我们全力以赴 把我们的政绩做出来 那这是我的责任 也是 我也应该做的 所以我觉得 我天宁觉得很不好意思 上头有一个人公开 美工的监制 现在全世界监制 监制监制 可能是台湾的马总统 所以他们说 你们在 不但是你们 就像台湾每一个 每一个部门 在经营手法 每一个部门 面临这样一个危机 工作做起来 真是要非常非常的 這個假扣啦 真不簡單啦 因為第一個 做一個人要有一個公位 公位要有實實實實 讓他有信心 你的公位都說白菜 都在說不太多給別人有一個信心感 你的confidence完全沒有信心 那個人的價值就沒有啦 人的價值不論你有多少人 做到總統人看你沒有去 要不要給你賺 說到就不信用了 所以你們在這一樣 你在這所作的行為一樣 一定要做到真正不方便 你做一個教委委員會議員會議員的時候 你不能說說說你少少不少跟你們走 我們現在 蕭委會這個政治的officeal 英文的名字現在叫做什麼 我們現在是要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有一個瓜湖台灣的 Overseas Republic of China 瓜湖台灣 有 都按照我們委員會的決議來做的 所以 因為蕭委會這個工作其實包羅萬象 因為要照顧很多人 所以你們這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principal要把他抓錢 這就是台灣人的納稅的錢 這些錢不能給別人 要照顧跟台灣 GC台灣的support 這個台灣的 用這個租貸 那這樣就沒有什麼不對的工作 對不對 我是給你們勉勒 是